我们乌山不情有乌下 还有满山便宜的梨树 一到春天 整座山都开满了梨花 乌山梨高堂就是用这山上的梨做出来的 我叫陈慈虹 乌山梨高堂古画制作剧梨的第五代传承人 做梨高堂第一步就是挑梨 烂的又拔的都不能咬 按中医理念认为 梨子不要切碎去皮 蒸汁带皮熬汁 它只可以化碳的饲料效果更好 然后用清水洗干净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熬汤 我们将梨放到锅里水煮 然后放生姜 落汗锅等中药 梨子馨凉加生姜可以中和梨子的含鲜 加罗汗锅可以更增强梨高堂只可化碳的饲料效果 前期用大火熬制 直到把梨猪爬猪头 这时把梨捞起来 压滥 把梨子倒回锅里面继续熬制 取出里面多余的水混 大约10小时左右 大约10小时左右 汤汁稍微浓稠 加入冰糖 红米 加红米主要是要让它成糕 就不用加其他东西 含有增加梨高的红味 然后放入新鲜的柠檬水 柠檬的酸味可以接甜蜜 让梨高堂和起来更爽口 过去十多点梨 我用了很多种方法 都美的比加玄柠檬 效果更好 熬制到那种程度收糕 最需要多年的经验才能完美把握 再刮切的可以收糕了 现在将梨汁舀到另外一口锅里 用小火慢慢收糕 等到梨汁浓缩成糕状 一道驴色天然 设置清凉的梨高堂就完成了 儿子 太好了 拿瓶子来说啊 我做梨高堂已经30多年了 为了保证梨高堂的品质 一直坚持纯手工制作 由于功力复杀 穿成非常困难 我希望儿子 能把这门传统吉利 穿成下去 让乌山梨高堂 让乌山梨高堂 跌到更多人的了解和喜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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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